朋友们好,欢迎光临车厌仪式的庭院政策频道 今年1月正下旬,日情友好的加拿大人民给美国送来了大量的北极冷空气 我们这里的最低气温到个零下25度 这么低的温度下,室外的生物如母鸡和密封真是可怜 每天早上一起来,我就等鸡舌和温水到鸡窝里喂母鸡 因为天气太冷,母鸡不肯出窝,需要room service 12月份还出来喝水的小密封,这行天气里躲在封箱,抱坛去难 虽然我给封箱穿了棉袄,但还是担心密封被蹬死 我每天用横外线相机去看一下 看到风向里红彤彤的样子,我才放心 菜地里盖在白雪,看不见地里的蔬菜 因此天气一边暖和,我就到后院看看哪些蔬菜能挺过零下20几度的超低温 我的这个视频希望带北方的蔬油有些帮助 知道哪些蔬菜是不怕冻的,秋天种菜的时候可以参考 这鸡盆是秋天没有移植的白菜样苗 放在育苗盆里,完全冻烂了 这两颗黑大头虽然没有完全冻死,但也是冻的不能吃了 不过,黑大头的抗冻能力还是不错的 中国芹菜,唐芹全部冻死了 因此在北方,中国芹菜在大汉之前应该收获 卧绳被冻成了鱼鸡肥 长大的卧绳是不耐动的 零下15度就严重冻上,零下10度就差不多冻死了 这是大象大蒜,地上部分全部冻死了 地下部分应该还活着 极寒天气之前的大象大蒜郁郁葱葱的 那时候剪下来就好了 乌塔菜是青菜里面最不怕冻的,但也被冻个半死 盐水没有被冻死 盐水虽然抗冻,但一暖和起来就会抽摊 小葱没有被冻死 小葱没有被冻死 小葱的抗冻能力非常强 薄菜 薄菜没有被冻死 薄菜是非常耐动的素材 只要于雪覆盖 能抗零下20几度的低温 只要在每一雪 气温又特别低的时候 才会被冻死 薄菜每年冻死一部分 没冻死的,成天又能长出来 菊花脑不仅没冻死,好像还长大了一点点 后院的兔子平时都躲在菊花脑里过冻 今天没看到 是不定没有熬过这张盐冻 放在后院大桶里的皎白 好像没冻死 但现在还不能确定 因此我建议北方种皎白的朋友 放一桶皎白在车库 这样保证春天一皎白秒 放在车库的一颗大白菜整理冬天吃的 结果在追冷的几天抽台开花了 低温初始止不开花 再在植物雪上叫做春花 很多菜有都注意到过这个现象 蔬菜经过冬天 到了春天很容易开花 原因是因为这些蔬菜被春花了 这是11月底播种的大蒜 扒开来看看 还好,没冻死 而且已经发芽了 在北方种大蒜 盖一层树叶应该有好处的 我每年种大蒜都盖树叶 院子里的浴金箱最不怕凳了 已经冒出土面 这个两个月就要开花了 最后我送各位菜油 一条很有用的建议 夏天不买风辣制品 冬天不买活的植物 夏天买风辣制品 寄到家的时候可能已经融化了 冬天购买活的植物 寄到家的时候可能已经冻熟了 这是我们这里一家问世买的富贵族 他们准备分装一下 卖个好价钱 结果在路上被动成这样 收到的时候看起来像用Cassie 组锅一样了 用加热带做人工呼吸 也救不了这些可怜的富贵族 感谢光临车验仪式的频道 请分享请订阅 谢谢我们下次再见